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文生前的录音 当了解完其中的经过后 所有人都震惊了 没人能想到 生性开朗 爱笑的李文竟曾在录制好声音期间当中被节目侮辱 而他之所以会在决赛时摔倒 也是另有内幕 身把其中缘由 节目组的导演最终浮出水面 多达一条街的上海房产 远在英国的别墅 入股背景强大的公司 一系列的巧合告诉我们 李文的离开似乎大有蹊跷 而这名导演也并不简单 01 伴随着李文生前的录音被彻底曝光 好声音的节目组就迅速发布了一则声明 三不各一剪辑强烈谴责等词语 直接给发布及传播李文录音的网友们 扣上了一点不尊重视者的帽子 这则声明似乎是在无声地表达 传播录音的人对视者带有极大的恶意 可到底谁才是那个不尊重视者的人呢 相信大家的心里自有定夺 而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 那位名为夏昆蓝的女歌手绝对是极为关键的一环 就在两天前 她的一则爆料直接点名道姓地喊话了导演柳黎 一句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好声音的内幕黑亮如滔天洪水般涌来 就在去年 夏昆蓝收到好声音节目组的邀请 并积极地前往参加 但当她见到导演后 对方的所作所为却让她感到了颇多的不对劲 面谈时 节目组要求夏昆蓝不能带手机 她同意了 但当她踏入那间访谈时 才明白了这条规则的真正含义 你整容了吗 参加我们的节目 你是靠谁的关系 初次见到节目组的导演柳黎 对方就问出了这两个奇葩的问题 接下来 几句极其傲慢的话语如冰刀般扎入了夏昆蓝的内心 柳黎不仅质疑了她的容貌 怀疑了她的背景 更是打击了夏昆蓝引以为傲的音乐吗 她怎么也想不到 同样是体温36.5摄氏度的人 为何柳黎就能理所应当地吐出那样冰冷傲慢的话语 即便她身为导演 即便她能够决定自己的去留 但面谈向来都是一种双向选择 没有人会对毫不了解的陌生人提出这样带有贬低意味的问题 除非她没有礼貌和教养 就这样 在与这位刘导演面对面交流了几次之后 夏昆蓝就不再做出任何回复了 之后的日子里 她一直在积极地调整自己被言语侵害的精神状态 直到三个月过去 夏昆蓝才缓缓稳定好了心情 但尽管如此 每当想到柳黎那势力的嘴脸 她都会感到一阵生理不适 希望您看待这个世界可以简单干净些 爆料的最后 夏昆蓝奋恺了表达出了自己当时的绝望与怒气 而她的写在最后的两句话 更是让无数网友顺感惊诧 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意识到钱没用 你那上海一条街的房子和英国的城堡 还有你的势力背景 也没法揪你的社会心死亡 有人在知名软件查找她的姓名 并发现了一家由她入股的一家公司 但有关她的真实信息 大家也只是胡乱猜测 最令人震惊的是 这家公司可谓是并不简单 老板田明是好声音制作方 星空华文传媒的CEO 何燦新文化总裁 除此之外 她还曾担任上海东方卫视的副总裁 在这家公司的股东名单中 当红女歌手纳英的姐姐纳新似乎也在其中 在已经公开的资料中 她就有着好声音蒙面唱将创始人的称号 而纳英更是几乎参加了每一届的好声音 她所带领的团队也接连拿下了三次冠军之多 但纳新总归是声性低调的 所以这个人究竟是不是她 也许还有待考究 随后 她发布了一个两狗对视的表情包 看样子 她似乎是想碍视网友试狗 据公自傲的态度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的阴阳怪气 是经发展到这一步 无数网友试身处地的体会到了夏昆蓝 为何会如此厌恶柳梨 而这样的侮辱信赖是根本不胜枚举 柳梨似乎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黑红密码 她总会在互联网上发布一些有的美的 并因此吸引来了大量网友 但黑红终究是要心理压力足够强大的 眼看着局面越来越混乱 柳梨最终更改了名字盒 并表示不要认错人了 事实上 如果她做出道歉 或表达一些歉意 大家伙也不会这样去追究 但柳梨却自始至终都没有过任何悔恨的意思 她只是习以为常地晒着自己的快乐美食生活 并时不时地发一些机访类的言语 久而久之 柳梨账号的评论区中充满了乌言碎语 而这一切 只能说她是在咎由自取 而就在此时 她曾经对Coco李文的各种欺负与侮辱 也在此刻被网友挖了出来 你啊 在李文录制好声音时 经常需要连续面对镜头八个小时 尽管明星们身体素质一般都很不错 但任谁也忍受不了长达大半天的饥渴 于是 李文在摄像机没有录到自己的时候 低头吃了一口香蕉 可她根本没想到 这一吃 竟惹怒了柳副导演 李文刚低下头 柳黎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瞬间 她立刻破口大骂 吃什么吃 不知道刚才在调灯光吗 那时 她神情激动地怒声呵斥 只为给自己的学员找回公道 大家都在看 为什么七十三分的学员有第二次机会 八十八点三分的学员没有第二次机会 老言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而当这段视频被爆出 无数网友也都群情激昂地声讨好声音 但也正因如此 李文在往后的日子可谓是格外艰难 录制节目的过程中 她的腿急犯了 疼痛难忍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节目组不仅无人前去搀扶 甚至还将她的下半身远景全部剪掉 在总决赛时 李文曾表示自己身患癌症与腿急 所以她想与学员泽鹏一起表演 让对方服一下自己 得知此事 节目组直接将二人彻底分开了 节目组是没有人手吗 不是的 他们似乎只是在故意整顿李文的心态 而对于这件事 歌手王泽鹏也在李文录音被爆出后的第三天做出了回应 在这段回应中 他详细地说出了自己是如何被迫与老师分开 又如何发现老师受伤的 而那一句 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 是因为我的怯懦 更是表达了王泽鹏此番言论的愧疚与真诚 在这篇不长不短的自我表述中 李佳洁气愤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烦躁 但更加奇怪的是 仅仅过去十二个小时 这篇文章就被他本人自己推翻 这样的发展着实奇怪 但也不算奇怪 而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夏昆兰的看法也终于成了真 事到如今 大概是任谁也没办法再去拯救流离和好声音的社会心死亡了 俗话说得好 探吃无底蛇吞向 或扶南名堂补馋 在选手李佳洁道歉之后 好声音母公司的股价就直接暴跌了百分之二十 与此同时 无数网友纷纷提出抗议 并呼吁相关部门能够对此节目严密审查 从当年国民最爱的综艺节目走到现在这一步 好声音算是把一手好牌打了个吸烂 而他们之所以会落得现在这个人人喊打的地步 贪心与狂妄绝对是其中的罪魁祸首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仅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